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你现在来再来去想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 除了要去了解微信开发的一个基本流程 跟微信开发的一个目的之外 还希望大家就是知道 你现在在跟第三方对接的时候 谁是第三方 我们如果是以咱们 咱们以开发者服务器作为主角来看的话 那微信就相当于是我的第三方的服务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跟第三方之间是不是通通的 全都是以htb的方式来经对接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去理解 那包括我们在项目阶段当中 要去发送短信也好 再去做别的方式也好 那它所遵应的呢 包括去接入的支付宝通讯 支付宝的支付 通通的都是第三方服务 跟它之间全部都是以htb的方式来进行通讯的 所以接过通过这样一点 大家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那咱们首先在去写这段程序的时候 是不是得先去完成解析请求的过程 我得把传送过来的 SML的格式的数据 我得进行下解析 然后呢咱们来去看一下解析 发送过来的一个消息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 SML格式的数据是什么东西呢 还是支付转 它就是支付转 只不过这个支付转的话 是按照这样的格式来去做的 那你说如果在咱们的程序当中 我在这个视图函数里面去写了 解析一下 从你给我传送过来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在咱们的程序当中 如果使用Flux的话 它能够直接去解析SML格式的数据吗 不解析不了啊 就跟类似Json这样的 它连Json都解析不了 SML也解析不了 那你说呢 这时候呢 它还把数据给你放到 SML里面支付转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是哪呢 咱们根据这个消息 Message这个type的类型 然后呢 把content的消息的进行内容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再给你打包返回去 那你说了 那这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不借助工具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自己得去 按照这样的字符传的方式 来去解读这样的过程 对吧 来去解读 那好了 这样的一种解读的话 可以不用我们去操作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 就类似于接诊一样 接诊的话 接诊字符传 我们实际上 是不是还有工具包啊 有一个接诊工具包 你可以进行一下 Lows Lows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 就是把接诊那个 大的字符传 给你转化成 Python里面的字典啊 对吧 Python里面有字典 我们操作前的话 就很方便 那相对应的 SML这个东西呢 它也是一个字符传 那也会有对应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 进行解析 那这个工具是哪个东西呢 我们在这里面 给大家去引入一个工具 叫做XMLToDict 你要知道 这个工具的话 不是Python当中的 标准的工具 Python里面 没有去提供XML这个东西 那大家在去学 爬虫的时候 你会发现 爬虫里面也会用到XML 那会给大家去 引入另外的工具 那我们现在呢 先给大家去引入的是 这个XMLToDict 那这个工具的 使用起来呢 跟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GES当中 去使用的时候呢 是很类似的 你看就跟它的名字 是一样的 它可以把XML的格式的 字符传呢 给你转换成字典 它也可以把字典的数据 给你转换成 XML格式的数据 那这个转换的方法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方法呢 首先需要安装 这个工具包 PIP Install XMLToDict 安装完成之后的话 在这个工具包里面 有方法 如果你想把XML的格式的数据 转换成字典的话 叫做Path方法 是在这个包中 有一个Path 然后呢 你把这个XML格式的字符传 传到Path方法当中来 然后呢 它进去来 就把它转换成一个字典了 但是呢 它不完全是Path里面的一个字典 它是这个模块所封装的一个对象 只不过这对象用起来跟字典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字典的方式来建存去 那还有相对应的 如果我们想要把字典的数据 给你转换成XML格式的数据的话 那怎么做呢 实在当中有一个叫做unpass的方法 你再反转回去就可以把字典再转换成你Python当 再转换成你这个字符传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这样一点操作 咱们可以来去看一眼对应的这个操作了 应该是在大家的这个虚拟机的环境里面 可能还没有安装过这个XML格式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PyP install 然后呢 XML格式的 我们把它去安装一下 安装一下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去行相对应的去使用了 我们把它 去敲一下 咱们先在这个胶部的这个终端当中 然后呢 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模块的使用方法 那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首先得引入这个XML2D 把它引入 引入之后的话 然后呢 比如说现在就有了这样一个XML的字符传 有了这样的一种字符传了 那我把这个字符传比如说给你拿过来 咱们把那个东西呢 上面就有它 比如说把这个XML格式的东西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三个引号给你过来 然后呢 把它粘过来 粘过来之后呢 咱们再三个引号给你回过去 那当前XML的这个变量里面 是不是就是一个字符传 字符传当中是不是就XML格式啊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通过XML2D 这个模块里面的Pars方法 把谁呢 把刚才的这个字符传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我用一个变量D来接收 这个变量D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给我们展出来了 它是一个叫做Authal的Dict 是一个字典吧 只不过是一个字典对象 这个字典对象呢 是XML2D 这个模块所去封装的 然后呢 你看一下 这个字典当中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再去理解XML的这个格式的数据 就跟理解你HTML是一样的 它是不是有层级的概念啊 HTML2里面是不是有层级的概念啊 就相当于最外层是谁 最外层是XML2吧 是它吧 然后呢 中间的数据 是不是都是蒙括在了 XML这个B和标签之内啊 所以就相当于 中间的数据是XML格式数据之内 那这时候它按照这样的方式 在转换成字典的时候 转换成什么东西呢 就相当于 你拿到这个大的一个D 它是一个大的字典 在这个字典当中 包含了最外层的标签 会把这个标签的名字当做件 就相当于 在这个字典当中 有一个标签 这个件叫做XML 然后XML当中 里面包含什么内容呢 凡是在这个标签 所包含的这个内容 都会作为这个件的一个值 而且这个值呢 还是还会在以字典的方式来存出来 所以就相当于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 刚才我已经拿到了D的这个字典 所以呢 在这个字典当中 它会有一个XML格式的这么一个件 是作为最外层的标签 我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你发现里面呢 又是一个字典 就相当于 它会把里面的内容 当做这个字典了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内层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发现还有签套的话 那它那个签套呢 跟刚才我们讲的方式是一样的 还是会把那个标签当做一个件 然后呢 里面的内容当做那个值 所以现在 对于当前来说的 这个XML 是不是只有一层签套了 就是XML里面包含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想要去拿起里面的值呢 我想要拿取一下 当前的消息类型 是一个什么样的值 我们拿起啊 是不是相当于 我首先得拿取最外层的 XML所对应的 这里面呢 相当于拿到这个字典吧 对吧 拿到这个字典之后 我再看这个字典当中的具体类型了 什么东西呢 它里面是不是包含一个MessageType啊 所以把它拿过来 Message MessageType 是这个键 拿过来之后 你看一下什么值 是不是对应的 它解析好这样的值啊 就是这样的方式了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 XML的方法呢 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那相对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unpass方法呢 unpass方法也是相同的道理 比如说我现在呢 就有一个Data 这个Data呢 实际上是一个字典 那我把这个字典给你拿过来 我把 想要把这个字典给你转换成 SML格式的话 那就跟刚才是一样的 我这个字典在进行构造的时候呢 也必须得是说 在你的 按照层级的概念来去做 XML给你封装好之后的话 外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 所以呢 我对于我的字典当中 最外层就得是放到一个键 它是谁呢 XML 然后呢 把这个标签当中所包含的这些内容 作为这个键里面的值 然后呢 在进行存放的时候呢 还是要把它当作一个字典的方式 进行存放了 所以呢 我构造好的这样一个字典 再传给这个unpass方法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转换成 这样的一个XML的文本数据了 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 再去说明了 那你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呢 可能看到课件当中 给大家去写的时候呢 你把一个字典数据 你把一个字典数据 上面的一种数据 交给它unpass方法之后呢 它给我们转换出来的 XML格式的这样的文本 在这个文本之外 你上面之后会发现 多了这么一个行啊 那多了这个行什么意思呢 在XML当中 还有一个描述的东西 这个描述的话 不代表真实的内容 只是说当前底下的 这个XML格式的数据 它是属于XML这个版本的 什么样的一种协议版本呢 是1.0的版本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一块东西 里面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编码的 所以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它并不是参与到 真实的运算当中来 只是做了一个说明文档 那就跟大家再去写什么东西呢 就跟我们自己再去写 HTML的时候 HTML外边 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明文档啊 还有印象吗 就相当于我们再去写的 HTML的时候 最外层 是不是还有一个这样的 监括号 碳号 道夫们的APML 有这样的东西吧 它跟你的东西是一个 是一样的类似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有了这样的工具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